一场等待的游戏又将重新开始了 您好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欢迎收看本周最后一期的新闻回顾节目 美联储在短期之内保持利率在0%到0.5%的状态 出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担心 这可能将会抑制美国的经济活动 以及为通胀带来下行的压力 美联储主席耶伦指出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我们看到的是对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评估 这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而美国房地产市场方面的反应是积极的情绪 商业信心指数走高 失业率下跌 这也就意味着通胀最终有可能回升 耶伦女士也强调说道 政策决定者们认为年底加息为最佳时机 一些分析人士对美联储的行动感到失望 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 美联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维持利率不变 来自于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 马克·赞迪说道 现在主要的风险是他们等待的时间太久了 这就会对提高利率和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美联储的消息一出 美国股市重挫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.4% 标普下跌5个点至1990 美元指数下跌1.02% 两年期货国债自2010年12月以来 发布最大单日跌幅 欧洲股市方面 富士Europe Force的300指数走低 在亚洲会议之后下降0.90%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2% 日元再一次走强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.6%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祝您周末愉快